哎呀你若在餵鸟子啦 你鸟子已經要送給別人了 你養貓我不反對啦 但是你現在懷孕你知道嗎 到底是寵物重要 還是你肚子裡的寶寶重要 應該要做一個選擇嘛 大家好我是毛小孩的週一爸爸 今天我們就來做一個 今天我們就來談談 在整間我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 懷孕到底能不能養貓 有這麼多的長輩 都喜歡跟家裡的媳婦說 都喜歡跟家裡的女兒說 哎呀你若在養娘啦 你已經有心啦 你娘已經要送給別人了 你養貓我不反對啦 但是你現在懷孕你知道嗎 你的貓咪應該先拿去給別人養吧 你怎麼可以這樣呢 女兒啊 我是不反對你養寵物啦 但是你要想想看啊 到底是寵物重要 還是你肚子裡的寶寶重要 你應該 應該要做一個選擇嘛 我告訴你 這些都不是每天吃香蕉的猴子 想那麼簡單的 我們今天就來聊聊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長輩 會說 懷孕的時候不能養貓 那有些人會認為是 因為貓毛會有很多的毛嘛 那有些人呢 會認為是貓 它沒有很乾淨 它可能斜斜的 陰陰的 這些呢 都沒有那麼直接的去影響到 懷孕的孕婦跟胎兒 那其實跟懷孕的孕婦胎兒 最有關聯性的是一個疾病 叫做 工薑蟲 工薑蟲的最終宿主 就是貓咪 工薑蟲在貓咪的身上 它可以寄生在它的小腸裡面 那小腸裡面呢 它可以隨著糞便 被排出 具有傳染性的 工薑蟲的包子體 那這個包子體呢 如果被吃到了 那就會造成 人體也會去感染到這個 工薑蟲 首先呢 就是預防剩餘治療啦 家裡如果有打算懷孕的媽媽 請記得帶你家的貓咪 去動物院做一下檢查 去篩檢一下 它有沒有得到這個 工薑蟲的疾病 好 那如果是沒有感染到 工薑蟲的貓咪 有沒有機會去感染到 工薑蟲 答案是有的 因為在野外呢 貓咪感染工薑蟲的途徑 就是他們會去吃老鼠 這個老鼠如果有被感染工薑蟲 它去吃了它以後呢 這個貓咪就會變成一個 工薑蟲的感染體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怎麼樣預防 就是如果家裡有貓 它是半野放行的 它有可能會跑進跑出嘛 那這時候如果你懷孕的時候 就記得不要讓你的貓咪出去打獵 因為它有可能打獵的時候 就把工薑蟲打進來了 因為它出去 它就可能會增加它感染的機會 那它感染以後回到家 就會增加你感染的機會 所以記得貓咪在懷孕期間呢 請它好好的在家裡 不要讓它出去打獵 好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要去了解這個疾病是如何傳播的 工薑蟲它是透過貓咪的大便 去污染到食物 或者是污染到環境 然後這個污染物呢 在被吃進去之後 造成人體的危害跟感染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就做兩件事情的改變 第一件事情呢 你平常在產貓沙的習慣要改變 平常我們都是用手去產貓沙嘛對不對 那這時候要做一個小小的改變 我們要換成用腳去產貓沙 啊怎麼產呢 我來示範一下 就是來來來 老公來一下 老公來一下 啊這個貓沙呢 你去噴啊 好討厭的感覺 棒棒棒棒棒 都是這樣子 會不會教大家貓沙從此以後呢 用腳產 產死官的工作 換老工作 我們換起來 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們自己啊 其實要有認知 不是只有貓死會感染 因為貓死污染了食物 你去吃的那個食物 它也有可能會感染 OK 那這邊來講一下 工薑蟲攻擊人類的兩個路徑 工薑蟲要攻擊人類呢 它會繽紛兩路 第一條路徑呢 它是攻擊肉品類 譬如說生豬肉啦 生的這個羊肉啦 它攻擊了這個肉品類之後呢 人再去把這個肉品把它吃進去 那它就會得到工薑蟲 那工薑蟲的第二種途徑呢 它是污染環境、土壤、水 那這些土壤、水有蔬菜、有水果 那你如果去吃到這個污染的蔬菜水果的時候 你也是有可能會得到這個工薑蟲的污染 譬如說 為什麼孕婦的吃的肉一定要煮熟 因為豬在野外 或是豬在眷養的時候 它的飼料很有可能被野貓給污染 那污染了之後呢 這個野貓污染的豬 豬的豬肉如果被你吃到 那公黑蟻啦 你也會有可能會得到這個工薑蟲 所以不是只有貓屎會造成工薑蟲的污染 你吃到生的豬肉 也有可能會造成工薑蟲的污染 但是好消息是 工薑蟲它很怕肉 你只要超過66度C 你給它加熱一下 所有的工薑蟲就會死掉 所以請記得要預防工薑蟲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請你不要吃生的肉品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不要拿貓屎起來吃 你應該不會吃貓屎吧 OK 我是尼毛小孩的Soy爸爸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公薑蟲 公薑蟲這種寄生蟲 它只會在貓咪裡面嗎 它只有在貓才可以變身變成有戰鬥力 在人的身體裡面 它就是單純的被感染了 它就除非那個敘主掛掉 它也不會變成它下一代 它一定要回到貓咪身上 它才可以變成那個戰鬥力的蟲的狀態 人被感染以後 它拉出來的糞便 不會再有傳染能力 因為公薑蟲它可以透過胎盤 去感染到胎兒 然後胎兒被感染以後 一出生 一開始不會有症狀 但是生出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 它可能有小腦症 或者是發展遲緩 所以其實 孕婦在懷孕期間 有人說不要養貓咪 就是因為怕會感染公僵蟲 對小朋友的腦袋造成傷害 對 還有它整體的發育造成傷害 那有沒有辦法可以預防 預防的方法就是阻斷 它的傳播途徑 貓咪的糞便有傳播力 我們就不要去碰貓咪的糞便 碰完以後我們要洗手 然後貓沙就不要自己慘 那過來就是 豬肉這種容易被污染的肉品 羊肉 不要生死 一定要煮熟才可以吃 不然就有可能 你就意外變成了受害者 然後其實 也不是因為養貓造成的